看到最高法院在刑事107年台上至第212號的一個判決 這判決當中可以學習說 常見的契約的糾紛可否成立刑法上的一個詐欺 那簡單看一個刑法第339條規定普通詐欺對罪的一個構成的要件 它必須要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然後呢行使詐欺將本人或第三人的財務交付者 所以說行使詐欺還必須要使相對人陷入錯誤 然後使相對人為財產上的處分才可以構成刑事上的一個詐欺罪 那我們看到這個判決它的事實 這事實其實建構於他們的一個房屋買賣契約透過仲介 但是可能因為在當初遞約的時候並沒有說清楚 這個今天買方他買了一個在大概長這個樣子的一個房子 房子在這邊 這是一個公寓持分 然後這條是一個道路用地 然後呢道路用地進來有一個很大的空地 他們現在當成停車場使用 給兩旁的住戶去做使用 那就是屬於那種 如果說有還有空位呢你就可以停 那如果沒有空位可能叫去外面找停車位的 買方他認為說我們當初買的土地啊 有持分停車場的部分的土地 可是交屋後才發現說喔原來這個土地是建商的 他並不是屬於這兩旁的公寓的所有權人的持分的土地 所以他就認為說今天他被仲介還有屋主詐騙啊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契約的糾紛 那到底法院的見解說今天契約的糾紛能不能成立詐欺呢 我們必須來看一下 雖然詐欺罪它規範的意思是 在禁止在施經濟行為 就是我們常見的一個契約行為的領域 或明法上的一些經濟的行為 使用欺望的手段來損能利己 但是施經濟行為它其實本來就有一些不確定性 跟交易的風險 所以說今天法院他認為說到底你有沒有詐欺呢 必須要看是不是今天行為人他與行為之初 這非常重要 就是今天我判斷我今天到底有沒有成立詐欺 就是行為初你是不是就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的意圖 所以說等於說今天我們在提告詐欺的時候 我們就是必須要去找很多的證據 去證明說今天到底這個行為人 他是在一開始其實就有不想要履行契約的一個意圖 所以不是常見的契約糾紛 譬如說債務不履行 都算是形式上的詐欺喔 常見的債務不履行有什麼 譬如說今天是金錢的借貸的糾紛 很多人就是人家說欠錢不還啊他等於要騙我錢啊 可是今天一般的金錢借貸糾紛一般人的大部分都是在行為初是沒有想要不還錢的 除非今天你能夠找出證據說我今天我本來就是打算不還我本來就是想要騙你的錢 你才有辦法成立形式上的詐欺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那這樣子好像要成立詐欺很難耶那為什麼還要去提告詐欺 其他人提告詐欺最主要的理由不外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以行逼名 就是看似說能夠提告刑事達成民事上的一些和解 第二個也當然就比較重要就是說今天刑事附帶民事 這樣的話呢你在提告民事的求償的時候呢是可以不用繳裁判費的可以省去一筆金額 所以有的時候提告詐欺並不是為了真的要讓他論罪可行為主要的訴求 而其實反而是以下這兩點以行逼名跟刑事附帶民事的一個部分 以下